欢迎回来 我们刚刚吃的这个美食 对 所以我们吃了 对不起 然后又看了很多建筑物 对不对 可是王小玉 我好想要去一些大自然的地方 看看这个小动物 感觉好像是另类的一个澳洲型 你想找袋鼠打架 对 吃完它要找到打架 我们来看一下哪些好玩的地方 这个是澳洲必游 他们这个大家选出来好玩的地方 第一名是 就是要去看它的海岸线风光 在这个西澳的金箔里 看起来很漂亮 这个第二名是黄金海岸 真是来的黄金海岸 自己开车 就是你有国际驾照 可以自己开车玩 那么再来呢 还有这个是一个小岛 叫塔斯玛尼亚岛 也是一样 你自己开车环岛玩一玩 可是这个岛是不是 稍微看一下就没了 对 有这个岛非常大 台湾的两倍 台湾的两倍 很大 很大 我小看它哦 对你小看大 对不起 对比台湾大好不好 你环岛可能要 两倍 要个八天之类的 塔卡渡国家公园 这是澳洲最大的国家公园 很漂亮的感觉 还有这个是 塔斯玛尼亚岛 对 这个奢华度假村 英文规念 对 来自这次前五名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下 齐悦哥 你去过那么多地方 在澳洲 你觉得最推荐的行程是什么 澳洲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行程 我喜欢去它的酒庄品酒 你看我喝吃菜就知道 我就喜欢好吃好喝东西 就是喝太多的意思 在澳洲有一个酒庄是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 它从1852年开始就开始成立 1852年开始卖出它第一瓶酒 这个叫蓝藤酒庄在黄金海岸 沟寇这个地方 它这个酒庄在 不只是昆斯兰州 在整个澳洲都有名 因为到那边参观 你不要说到酒庄 我会不会看不懂听不懂 我们进去酒庄到底可不可以喝啊 可以喝 不是你看而已吧 对不只可以喝 到那边你讲华文都好会通 为什么 因为它有华语的解说源 你一进来之后 它一进那酒庄的门 它就是那种大大那个 好像隧道一样 感觉好像进到酒桶那种感觉 它就会有那种feel 所以进去就可以开始拿酒杯开始喝 没有啊 先讲解啦 先讲解历史啦 还没有到 后面讲完才会让你试喝嘛 你要先认识他们的创办人 那他们怎么样来就是念他们的酒 他们里面有很多种类的酒 它里面有差不多可以喝到12种酒 可以喝12种 所以你可以拿一个杯子 然后每一个酒都可以 没有没有 每一个杯子要换 你一定要换杯子 要换杯子 它还会教你怎么品酒 比如说它会教你说葡萄酒 你不可以拿它的高角 要拿下面不可以拿上面 因为什么温度会影响到酒的那个气味啊 那它最有名的酒有几款 它12种酒里面的 有一款是算是11度比较轻的酒 叫梧桐花的蜂蜜酒 这梧桐花蜂蜜酒在当地非常热销 因为它那是算是有点像 梧桐花的花香味的那种 尿出来的 那另外一种是 比较中间一点 就差不多12 3度 14度左右 它是叫蓝莓酒 这个蓝莓酒是当地 他们非常喜欢就是约会的时候 男生会亲女生喝蓝莓酒 为什么 因为它叫恋爱私生酒 为什么 它口感特别顺 你说什么 恋爱私生酒 恋爱私生酒 因为它口感很顺 后劲很强 后劲很强 人家说不定还没有成绵 你在他面前 你不要乱教我 我跟妳讲 这些都是他们澳洲人教我的 喝醉了怎么办 有什么地方好住 当然就要找个地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我帮你准备了太亮的照片 借我看一下 这个度假车有多美 如果你是要 觉得要去澳洲 要去做奢华的享受 你想要让自己觉得有 靠慰绕自己一年的辛苦 那这个地方我就非常推荐 为什么 因为澳洲我最喜欢大宝礁 那大宝礁 它有非常多的一岛一饭店 而一岛一饭店里面 大家又讲到 大宝礁一岛一饭店 一定会讲到海曼岛的 为什么叫one and only 就是我这一家 我唯一一家奢华的代表 他这一家 他的那个旅馆 他的这个度假村 他房间有不同的形式 他有像是度假风 有时尚风的 可是每一个房间都是无敌超级海景 然后你可以从你的阳台 直接游到他的游泳池 游到 阳台游到他的游泳池 阳台你可以直接 游去他的大游泳池 那他有很多 或是说你不讲游泳的话 你可以看海景 他外面全部呢 就通通都是整个无敌 超级无敌海景之外 你可以在那边做什么 浮潜啊 潜水啊 独木舟啊 所有水上活动 通通都不用钱 这样多少钱 这很贵 一个晚上 基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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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住得起基本款 因为他的奢华款我住不起 基本款 一个房间 一个晚上台币大概五万多块 包吃吗 就对 他就 通通包在一起就五万块 但是可以蜜月去啊 对 他的奢华款 二十几万起跳 没有二十几万 也没有五万 怎么办呢 没关系啊 无敌海景我们也有 我们有最顶级的青年旅馆 来 青年旅馆 多厉害 我们小资族 住不起刚刚这种高档饭店呢 那我要 因为其实对于背包客 你觉得说 我们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平常住的YHA 也比较就是简单 那我要介绍的是 位于雪梨港口的六星级YHA 六星级 对 你只要在那个饭店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雪梨大桥跟雪梨歌剧院 然后一个晚上双人房 只要三千多台币 是不是很物操作 双人房三千多 只要三千多 还有海景的view 六星级的 我们也有海景 去澳洲唯一的目的 就是看那个很可爱那一只啊 五味熊 五味熊到底要去哪里看啊 其实像我们有去做五味熊制宫 那这是打工度假签才可以的 就是像幻宿或制宫 只有打工度假签才可以 那你可以抱它啊 我们也可以抱它 可以我们可以照顾它 我们还会清早它的家 我们住了一个礼拜 哇 对 它抱起来感觉是什么 其实抱起来很重 对 而且还蛮重的 很粘 对 很粗吗 就它身上会有动物的味道 它身上的那个触感 触感 毛绒 就毛绒 还蛮粗的 但是它的爪很尖 会戳到你的肉 对 因为它要抓住你嘛 就是你要抱它 然后它会这样抓住你 然后就会很痛 但是因为像一般人拿观光签的话呢 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去布里斯本 离布里斯本车程 大概50分钟的龙博动物园 那边是全 应该是全澳洲最大的无尾熊保育区 里面有超过130多只的无尾熊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抱无尾熊 为什么我要说可以抱 因为在澳洲只有在昆士兰省 跟南澳的一家动物园里面可以抱 其他地方都是不能抱 你只能在旁边比叶而已 对 所以可以 总要抱抱看 昆士兰省才可以抱 但是它抱 抱要钱吗 要 要钱 要多少钱 大概八九十澳币吧 折合台币差不多 一两千多吧 一两千 其实现在奥币很低 对 现在奥币低 抱很划算 他可以抱多久 抱得很划算 没有 只非常算 大概两周 五秒吧 一秒到五秒 你要看他心情 如果他在睡觉心情不好 不给抱的话 就也不行 而且他们无尾熊 他们抱无尾熊的时候 你要去看 如果说你排队 前面已经很多人了 那我建议就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无尾熊他 抓换你的脸 他的那个睡觉时间很长 他醒的时间很短 然后他体力很差 为什么 因为他尤加利也有剧毒 所以他要很常睡眠去解毒 他要解毒 他要解毒 对 然后吴尾熊他 如果他太久的时候 他会不听指挥 所以说你要 因为拍照 总是要看到脸 对不对 你说他的脸就是不转过来 怎么拍 就是不转过来 然后还会闹脾气 对 有一次我被无尾熊 其实跟他很高拐的婴儿一样 对 没错 那有一次因为那个天气比较热 我们大家都穿短袖 就无尾熊一抱之后 跟你讲我被他的爪子抓伤 都有啦 而且有照片啊 你有照片 对 澳洲人 澳洲人抱有没有便宜一点 没有 一样价钱 一样价钱 那时候我带一个日本朋友 去一个游乐园 然后我们在那边抱 对 一个游乐园 这只看起来还蛮乖 应该心情好的无尾熊 他因为刚睡醒 他们会追人 会追人 对 其实他们跑起来超快的 真的假的 无尾熊跑 无尾熊跑很快 因为你以为他很懒惰 但是因为我们在打扫的时候 就是志工的人都会警告你 一进去 门一定要马上关 不然无尾熊又走 对 结果我们想说 怎么可能无尾熊不是很慵懒吗 结果我们打扫 我们那时候在打扫的时候 门一没关 他本来趴着 他就这样去去去 啵啵啵啵啵啵 然后又跑去门 要逃出去 超恐怖的 对 然后我赶快 那我赶快去挂门 好好玩 很娇贵 对 好可爱 对啊 我们再问一下Alex 那如果你建议的话 到澳洲去有什么好玩的行程 如果你在雪里的话 你一定要去一个动物园 叫Tarunga Zoo 然后这个动物园真的非常特别 因为从那边你可以看 所有的雪里的那个港口 还有河畔 所以真的非常漂亮 那水上活动呢 澳洲到处都很好玩 对不对 对 我跟你们讲 有两样水上活动 如果你没有做 一定没有说 你有去过澳洲 对 哪两样 又来又来 真的 没有 这个是真的 那第一个就是去 所以你刚刚讲假的吗 来真的真的来 没有 那第一个就是去那个 黄金海岸 冲浪 对 真的 因为这个是 冲浪子的天堂 他们有教人家冲浪吗 不会冲了怎么办 会啊会啊 有一些人他们会找你啊 对 你会做一些tour之类的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冲浪 第二个呢 那第二个就是去大宝礁 大宝礁 所以你也推荐 大宝礁 一定要去浅礼 这个是全世界最大最长的 那个珊瑚礁 对 所以很美 对真的非常非常美 你都去过吗 我有去过啊 对 澳洲人不能不去这样 对 就像台湾人一定要去那个什么 橫渡日月潭啊 拔玉山啊之类的 所以澳洲人就一定要去冲浪跟 真的 还有那个逼逼逼 对 三个逼 对 好 不过说到这个吴伟雄之外 澳洲还有企鹅哦 对 它有一个企鹅岛 它是位于墨尔本的近郊 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 那我们那时候就去看企鹅的时候 是企鹅早上会出去迷食吗 然后晚上会回来 然后我们就要在海边 超冷的要等一两个小时 等企鹅回来逆食 而且呢 但是夏天的时候 你可以看同时看到一两百只的企鹅 它们整群上来 当下真的超感动的 可以就碰它吗 不能碰它 其实是有一点距离的 因为我们等于是在岸上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 慢慢的一两只从岸边 这样整群上来 从水里浮出来 但是它上来的时候 你这边会有步道 你就可以看到它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跟在它旁边 看它回潮 超可爱的 又有味熊又有企鹅 很可爱 不过其实我一直目光 都聚焦在你们桌上那一双UGG 那双红色的红色 好漂亮 这个是澳洲必买对不对 澳洲必买 为什么你的还有那个Bling Bling 这是我们两年来唯一的战利品 看我们有多小姿 我要先讲一下 其实呢 台湾人称UGG 三个字嘛 其实呢大家会说 要怎么分辨正的还是房的 对它是一个牌子嘛 它其实不是一个牌子 它指的是羊毛雪靴的同称 所以它是每一家生产羊毛雪靴的人 都可以使用这三个英文单字 而且澳洲人不叫UGG 澳洲人叫Arg Arg 就是5Arg的Arg 叫Arg 以后看到UGG要讲Arg 没错 而且我们买的这双的是唯一一家澳洲生产的 我觉得你这双看起来比较高级 它里面是纯羊毛 百分之百纯羊毛 而且它是限量款 旁边还有斯华洛士奇的水钻 这是真的斯华洛士奇的水钻吗 还是冰冰的 冰冰的 女生的Arg 请问一下Alex Arg好像没有人在穿到路上走 对不对 对 你们澳洲人是穿它干嘛的 因为本来他们就是室内拖鞋 很贵的室内拖鞋 室内拖鞋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在马路上看一个人穿Arg的话 我一定会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外国人 真的 那澳洲人的话 一定是一个非常台的澳洲人才会穿的 真的 所以大家通常穿这个Arg 是在家里 对 这是冬天的时候在室内会穿的 就是你在家里会穿吗 不会啊 因为太贵 太贵 对啊 真的哦 如果你买好的话 可能衣装要五千块 对 那个东西是非常贵的 对 拖鞋不用穿到那么好的 对啊 随便穿就好吧 你在台湾看到大家下雨天也在穿Arg 在街上走 请问一下你心里的这个感觉 你第一次看到的感觉 真的很不舒服 你会觉得这些人都疯了 对啊 我就 好 算了 算了 你们喜欢这种 台湾有高兴就好 台湾有高兴就好 不会啊 我上次我在那个夜市看到 一个外国人老外穿着蓝白托 我就是哇 他真是太有才了 对不对 还不错 除了那个 我还知道好像很多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别的 对 而且我刚已经偷用了 真的 你不备 对 我偷用了 这瓶 这瓶好好用 澳洲人当地人真正在用的乳液 而且它非常的便宜 一罐不到台币一百多块 哇 而且现在澳币低哦 特价的时候只要一块澳币 折合台币才三四十块 好便宜 非常滋润又好用 对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乳液 它真的是很浓稠哦 好便宜 对 你看 你知道它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滋润 好滋润 好滋润 对 而且刚刚那个人说 插上去不会有油腻的感觉 对 非常清爽 插上去盲西光光的 还不错 美麦 那另外这个之外咧 另外这个 另外这个是什么 是澳洲万用的国民膏 只要你刀伤 挫伤 被蚊虫咬伤 或是枪伤 没有啦 枪伤 枪伤不行吧 要先送医院 都可以插这一支 我个人非常爱用 但是呢 我是把它当成护唇膏来用 护唇膏 非常的滋润 像是我们女生 擦护唇膏常常会有一个困扰 就是嘴唇常常会白白的 很尴尬有没有 这一支完全不会 非常好用 我好像在屈城市 有看到在卖是不是 现在应该有引进 现在应该 也是100多台币而已 也是100多块 对 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马油的概念 之类的 就是万用的 对 什么都可以用 它也可以拿一起擦头发 哦 还不赖 好 好 我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微回来我们再继续聊